今天呢 我們要玩的是凡恩在2021 最屌的出裝 這套裝備同時也是目前台服第一的 凡恩神的最強出裝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到時候你想要試試看 這套凡恩出裝的時候 也能快速在你的最愛影片裡面 找得到他哦 好了 那凡恩這隻英雄呢 其實玩得好非常簡單 只要注意你的瞬移有沒有轉好 就可以輕鬆打出超高的傷害 其實呢 凡恩作為傳說對決 你擁有的第一隻免費英雄 相信很多人都想要玩好他 但是呢 在這個傳說對決版本 只要天生沒有位移的射手 都是充滿著弱勢 更何況如果你又是單排的玩家 你剛好又遇到了一個牛魔王輔助 我的天啊 這一場開場 就非常的刺激哦 基本上你能玩好凡恩這隻英雄 你玩任何的射手都能玩得666哦 除了勇跟特爾安娜斯之外 版本兩大 弱勢射手 這個版本 很多人都會帶封塔 只要你沒有位移技能 別人就是直接衝進來 但是凡恩這隻英雄很不一樣 拜託 所有英雄都過來貼我的臉 因為凡恩的大絕招 充滿著無限的魅力 也是一噴就能把對手秒殺哦 那這套出戰跟別人非常不一樣的地方是 一 基本上呢 所有的凡恩都會出雷電級 當鞋子後的第一件大裝嘛 不然就是直接出目光之刃 但是呢 你出完這兩件裝備 你在玩凡恩你會發現 凡恩就是一個持續普攻輸出的英雄 如果你要玩這種持續普攻輸出的英雄 你幹嘛不要玩我昨天PO的那一部 景的影片 也非常的好用啊 當然了 如果你想要打一波爆發的凡恩 這套裝備真的超好用 你可以看到 他第一件裝備選擇出的是 是秘咒之刃哦 雖然魔法攻擊力比目光之刃 低20點的攻擊力 但是他有元素之力的被動 可以補掉你大絕招正面噴完 沒有被秒殺的射手以及刺客哦 再加上如果你瞬移用的好的話 就可以跟前面一樣 666直接溜起來哦 我建議你要輸出別人打的話 最好把你的魔紋的被動給打出來 就是一定要打對手三下就對了 唉 我好懷念凡恩 他的那個被動技能也是 雲一秒的時候 都怪你們啦 把他玩的太強了 好啦 這裡呢 就不要客氣噴一個大絕招 不一定要在 最近的距離噴到大絕招 你只要能噴到英雄這次會戰 你就已經做得很好了 好啦 那這裡有個扁扁的鳥鳥 我們就請他吃一個黃色的月餅 還想進草啊 冰鳥 鳥鳥 你可以的 哇 這邊有點危險啊 和平啊 各位 這裡繳了一個 哎呦 直接把你送下去再見 哇 好刺激哦 比遊戲好刺激 差點被帶去房間登大廊 呃 但是如果是緊的話 我願意哦 哇 這邊 唉 這個龍捲跟 傑諾斯的海報 什麼時候才要撤掉 每次回來我都一直在盯著龍捲 你們最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天氣雖然急速的變人 但是 哇 這種天氣哦 如果你能裹上大棉被 真的是 一路從下午睡到晚上 都沒有問題哦 我還記得以前呢 我在上國小的時候 或是國中的時候 你知道放學最奢侈的生活是什麼嗎 就是去便利商店 拿出你僅剩十塊的零用錢 在7-11買一隻關東煮 要米雪 因為米雪可以吃超飽 然後 那一碗湯 要多滿就成多滿 這是我跟我朋友 國小的奢侈生活 跟你們分享一下 你們現在一定動不動 下課就是武食藍啊 水煎包啊 鍋貼之類的哦 小時候我的零用錢哦 每天就只有十塊的扣打 我知道你一定會說 BBCC 你是臭老人哦 現在米雪一隻 至少也要十五塊 欸 應該是十五塊沒有錯 啊 我們小時候就是十塊啊 那如果你家裡稍微有錢一點的話 你會看到同學在吃那個 那個是什麼 7-11的大橫堡 哇 真的是有錢到爆炸 那如果更有錢的話 那種同學附近通常 都一定會為很多人 那種同學就是請客幫的同學 那以前我都好希望能夠被請客 都會說給我一口給我一口 但是我還是跟我朋友 兩個人就默默吃著十塊的關東煮 其實我覺得國小真正好玩的地方呢 是在你回家的路上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上學 你們現在可能都是家裡的獨子 爸媽的寶 可能都會直接載你去上下學 以前哦 我家裡學校走路要十分鐘 我爸媽是那種 我一遲到 鳥都不鳥我 就是一定要讓我自己去完成我的失敗 就是一定要堅持走到學校 然後每天我們放學都會在一家 學校附近那種 沒有牌子的餐車 然後那個伯伯就會賣那種牛肉蔥餅 一個十五塊 那是我們小學生的最愛哦 好了 那上了高中之後呢 我記得有一段冬天 就是像差不多今天這麼冷的天氣 我每天都會 那時候我的利用錢變毒了 我每天都有差不多快一百塊的扣打 我每天都有很冷的冬天 最喜歡吃大很飽 然後不要那種麵包再買關東煮 直接料買到滿 超級爽 然後吃飽發現晚餐都吃不下 就會被爸媽罵 不過我覺得 哇 當學生超級幸福的好不好 好 這邊呢 我們看到 瑾在跟大象牛蒙三個和牛火鍋糾纏 我們直接過去噴了一個大絕招 瑾直接沒寫你造型比我貴是不是 哇 對我噴了一個很多特效的大絕招 颯枷直接飛進去 但是塔被保鮮膜包起來 和牛在下面 加油啊 A5頂級和牛 橫格膜你可以的 幹得好 橫格膜撐下來 哇 而且你知道我們這隊的牛 他帶的魔紋竟然是萬鈞聖雷喔 這怎樣要火烤自己就對了 好了 這時候看到菫過來喔 我們在草叢裡 不要不要不要對他射射的好了 等等又被你們說 什麼留言啊 BBCC覺得射的點讚 我才沒有射咧 每次都是你們這些亂留言的 在帶風向 哎呦 菫沒有出來 阿菫去哪裡了 這時候和牛火鍋再單挑 這一尾龍蝦 阿龍蝦單挑和牛有沒有看過 就在這邊 還有一個服務員在幫忙牽菜 哇 前面是怎麼回事 到底 到底有沒有打 大象要過來啦 那隻大象 好大一根的大象 好 哇 等一下我要留大絕招 哇 噴得他滿臉都是 大象 你以為你自己無敵喔 其實凡恩也蠻喜歡打大象的 大象就是笨笨重重 你們不覺得埃羅的那個 這個造型的那個大絕招 然後跳下來很像是那個 國小檢查老蟲 那個黏屁屁的那個有沒有 我都喜歡把他當太陽眼鏡來戴的那一個喔 好 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輕輕鬆鬆的 把兵線給推進去 欸 說到 檢查老蟲 你們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喔 就是他們 那些研究人員是怎麼知道 你 你沒有 你沒有去認真的黏屁屁喔 因為我記得國小有一次真的來不及了 然後我就隨便的往地上黏了兩下 就黏一些灰塵 在我的那個黏屁屁老蟲上面喔 沒想到就被發現叫我蟲弄一次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我就家裡比較髒啊 喜歡屁股開開在地上磨來磨去 屁屁有一點灰塵怎麼了嗎 有人知道這怎麼破解嗎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喔 還有國小的那個尿液檢查 啊 為什麼倒飲料進去一定會被發現 我也好好奇喔 而且我都已經倒了半 倒了半檔還被發現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各位 好了 那我們盔甲很重的牛肉火鍋 直接過來 喔 要把菁頂起來嗎 我沒有頂到一個空 哇 一個愛的包包也空招 啊 菁也一個空招 兩個在比空招 這 哈哈 這兩個到底在幹嘛 來 衝過去牛 你敢衝 我就停你一波 蹲個草 哇 這 喔 剛好霸體 我想說他又空撞了 沒有關係喔 我們已經把對面的大象 打到剩三分之二血了 等等大象敢衝過來貼我 我就直接大招貼你 看誰貼誰喔 一般的射手可能非常害怕 查克娜過來貼你 但是我就發現這隻射手很例外 他是個斗 欸 你就是拜託你貼我 才能讓我噴最多的東西 直接在你的英雄上面 好像怪怪的 啊 不是這個樣子啊 講什麼都會被你們罵 好了 這邊呢 哇 納克羅斯 我要調戲他一下 你知道這種殘血的射手喔 是這種大鯊魚刺客最愛 喔 又過來喔 喔 又過來 好險我剛剛沒在裡面 稍微打野怪回一下血 等等變個魔術給你看喔 喂唷 吃個虎包好了 納克他一定很有自信 他想要 利用挑飛直接包給秒殺 我讓你知道 誰秒殺誰 你滿血是不是 來 再吊你一下 強化恢復按下去 好 這時候打野了 暈住大招 有沒有 輕鬆秒殺 不到0.5秒的時間 把一個滿血的刺客秒殺掉 哈哈 有沒有覺得凡恩真的 超級好玩的呢 那聖關魔龍把握機會就吃了 這個版本聖關魔龍 超級強的 其實兩邊的刺客屬性都非常像 就是瘋狂衝後排 那對面艾羅也在衝後排 啊我們的凱撒路是誰啊 怎麼感覺很沒有存在感 噢 夜叉喔 抱歉 完全沒有看到你喔 每次看到夜叉就覺得 他很像是那種 在馬戲團裡面喔 會拿著鞭子 抽大象的那種人喔 好 我們這邊呢 繼續推推 喂 對面的艾羅怕我 這是怎麼 怎麼回事啊 太神奇了 要過來嗎 好 把這隻凱撒也跟著打掉好了 對面全部都消失了 你作為一個射手 沒有瞬移 你又是一個沒有位移技的英雄 你要小心一點 不要隨便去探草叢 就算你一發可以把對手噴爆 假如你剛好噴的是 對面不重要的英雄 你反而被帶掉 很容易在這個戰局被逆轉啊 尤其是遊戲時間15分鐘 那種凱撒掉之後 雙方兵線能力增強 真的不要隨便用臉去探草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該走去哪裡的話 最好就跟著你們打野 或是走在你們的輔助後面 輔助在後期的探視也真的太重要了 哎呦 菫 我要弄他 我要弄他 好 擊個飛鏢 哎呦 好可惜 沒有關係 帶大象又直接半條血了 對面的薩迦直接被齊人秒殺 我的天啊 這到底是 怎麼回事 齊人又把菫給秒殺 那大象被夜叉定住了 真的是馬戲團抽大象的夜叉喔 抽大象怎麼 聽起來好像怪怪的 好了 那我們就把握最後的機會 因為納格羅斯應該也不敢貼過來放大招 以為有霸體嗎 我給你看一個比霸體 還更刺激的東西喔 等人過來喔 等人過來 啊他們應該不敢過來了吧 哇哦 埃羅開啟了一個大絕招 又在黏屁屁之後 我們直接貼上去 LAG了一下 哇嗚 沒有碰到任何人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喔 掰掰囉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 我們來幫忙進來 來幫忙進去